各位朋友 復活節 哈利路亞 復活節應該開心吧 但是在我這個節目 開心的關於復活節的故事 稍後再說一說給你聽 因為大家都想開心點 不過見到林鄭 見到駱惠寧 見到夏寶龍這幾天說的話 再見到四點半 我剛剛收到中聯辦副主任 楊副主任被免職 你覺得風雨欲來 政圈在今年2020 等如疫症一樣 不停有很多波折 首先要一個故事開場白 這個真實的故事送給林鄭 以及送給中聯辦 港澳辦的主任 因為他們說 這個人在香港顛覆 不是顛覆 23條未來 在這個立法會 癱瘓立法會的郭榮鏗 鐵證如山都不用抵賴 因為說到證據 鐵證如山差不多 通常如果法庭或法治地方 你都很少聽到法官 鐵證如山不容抵賴 通常都是周星馳之流的戲 那些九官沒有證據 就拍鐵證如山不容抵賴 抄襲 說也不用說 通常是這樣的 香港也是這樣 上世紀七十年代 有一個警察很厲害 是真事 他的同僚覺得 嬸仔入職沒多久 當年七十年代 經常會偷車 這個人入職沒多久 每個禮拜都能破案 每個禮拜都能找到一些塞車 SIR覺得這個臭小子 這個臭小子 可以 就找他 你只是查偷車 厲害 有時一個禮拜 每天幾駕 真是快佬 標青得不得了 接著 隔了兩年 他浪當入獄 為什麼 原來這輛車是他自己偷的 他偷了回來之後 就告訴SIR 我找到了 這輛車 因為試過有一輛車 他蠻糟糕的 因為他偷了那輛車 那輛車主去了旅行 根本不知道車輪 沒有布室 沒有資料布室 這樣就被人撒穿了 我講這個故事送給兩個主任和特首聽的原因是 賊喊捉賊 什麼叫做鐵證如山呢 很明顯就是 你如果說郭榮鏗 開14次會 只是花你可能 兩三個月都是比較誇張的 不過 97之後回歸 我們的立法會 癱瘓了276個月 癱瘓了23年 我們的功能組別 代表著大財團 將所有很多我們民生的議題 一一否決 我們很多民生性的工作 做不到 基本法第45條 46條 47條 說明什麼 我們的特首和立法會 是應該普選產生的 最終用這個產生的 50年不變 過了23年 831下閘 831這個數字很慘 太子站831 今天有些人已經說 可能死了三個人 有想為證 不過警方一直都不肯承認 當年的831 一下閘 普選無望 那麼這個 是不是就是鐵證如山呢 這個有人證 有物證 有直接證據 所有東西 包含香港的特區政府 根本就是拖著整個社會 癱瘓了 這條數哪個還 所以我告訴大家 鐵證如山不容抵賴的 應該是老共 應該是林鄭月娥的特區政府 這就是中聯辦 港澳辦兩個新來的主任 首起都落的夏寶龍 和駱惠寧 副主任被剩下 很明顯這個副主任 2013年來 術職在香港做的 做文化宣傳那類 肯定不是自己人 於是立法會財委會議員問了問題 法國原來中聯辦 過去幾年 在不同的香港地方 買了20個單位 20個單位 牽涉幾億 接著八千三百萬的離印費 是豁免了 當然因為這是國家的地方 豁免 離印也豁免八千三百萬 可想而知 總共的物業多少錢 這些物業用來做什麼 中聯辦是做什麼 中聯辦是用來做聯絡 你用那麼多地方來聯什麼 聯絡什麼 聯絡就是出去 不是這間家 很明顯這些地方 就是用來炒的 用來投資 用來被這些官員 在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 我這種估計 如果你認為不是 你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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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私下 在這些問題中 為何要 豁免了香港人 八千三百萬的離印費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揣測 一個絕對 普通人都會問 中聯辦主任 駱惠寧 你這次炒這個陽庫主任 究竟跟這些炒樓 有沒有人貪污 你不要告訴我 你自己私下 在這些問題上 隔他職 調他職 你不告訴香港人 聽香港人 有沒有吃虧 如果這些樓 是香港人買的樓 我們的庫房 就一定要有 八千三百萬的離印費 去收取 但中聯辦買了之後 一直都沒有人知道 直至到我們立法會員去問 所以我只是一個題目 我沒有答案 所以千萬不要說 你鄭家富胡亂說 在這裡唱衰 對不起 我只是問 這八千三百萬的離印費 這二十個單位 是用來做什麼 我告訴大家 究竟中聯辦 港澳辦 在未來的日子 首起都落之後 追殺郭榮鏗之後 今日 國家安全教育宣傳日 真是 名字很好聽 國家安全當然要 誰不需要國家安全 誰不需要國家安安定定 但是你要國家 不是取信於民 不是勤政愛民 那你怎能讓人 是愛你 和真是讓國家 有安全之日 所以 國家安全 今天講到 由兩個主任 和過去所有這幾天的 流羅 建制派 一個一個出籠 一個一個拍馬屁 一個一個繼續追著 跟著老共 怕死貼不住 怕死開車貼不穩 總之跟著老共的火車 上天要你滅亡 必先你這個土共 怎樣 瘋狂 你看到現在瘋狂到 完全什麼都不用理 不用理基本法 不用理一國兩制 總而言之 我畫了一個框框 你任何議員 對著幹 我現在內會 放了國歌法的草案上來 等著你內會選完主席 就要成立草案委員會 去通過國歌法 在香港實施之後的佛則 你竟然阻礙阿爺 跟著張舉能大法官 準備做終審庭的一哥 你又阻礙? 叫他 所以 郭榮鏗沒有運行 郭榮鏗必然給四個大字 在兩辦的聲明裏面 這四個字 一直都存在在我的腦海裏面 違背他這個宣誓 他違背誓言 你記起當年DQ的議員 就是宣誓的問題 你今天違背誓言 有立子傳召 你開十四五次內會 都未選到主席 你癱瘓立法會 到你要求競選連任的時候 選舉主任 拿出來看 你當日是這樣 如果你的政官說 我不會 以後我也不會癱瘓立法會 你相信我 就等於當日的本土派 我不會再港獨 我不會再在我政官 港獨也取消了 選舉主任說 不信你 你不是真的改過的 所以郭榮鏗 他自己都心智透明 因為他鐵證如山 因為他不容抵賴 在老共的眼中 總而言之你做了一日錯事 你一生 你的政治沒有人客 所以大律師 一定要想清楚 一定要找個Plan B 甚至Plan C 因為我已經收到足夠的證據 在律師會裡 甚至大律師這一行 已經穩定人 準備進去 用一個清新的感覺 你不知道他是代表哪一邊 總而言之 他們參選之後 令你的選票 拉走你一些 不是一對一的 你看著 一定不是一對一 一定是三個 甚至四個 然後被那些年青的 或者中老中青的 很多人去唱 這個也好 那個也好 拉下拉下拉下 削減減減減 法律界必然是兵家必爭之地 所以今次 35加當然我們仍然有這個信心 不過 我在這裡也要說 在駱惠寧和夏寶龍 收到的習近平的預子 我相信今天告訴我們 不用看立法會了 沒有意思了 因為 就算立法會 泛民拿不到35加 都是亂過亂世家人 你扭二十三條上去 每天都會搞到天翻地覆 都是另外一次社會運動又來 如果35加更加不用想 政府覺得你根本沒有人走 所以我相信習總已經兩手準備 用基本法的附件三 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 正如在2017年11月4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關於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所列 全國性法律的決定 我正在讀這個決議案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第30次會議決定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中 增加全國性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國法 所以為何你說 現在國歌法還要在香港 立法會討論 當然 因為國歌法 全國性法律 國歌法就是全國性佛則 香港也要想想香港如何佛 現在正在說這件事 不過下一次23條有關於顛覆分裂國家 和外國的政治團體聯繫等等 全國性法律有 他今次學者埋藍 肯定附件三將全國性法律 將全國國家安全性法律連同佛則 一拚 你知道佛則很用的 B也有 但當然香港沒有死刑 通常沒有死刑 就是終身監禁 因為他都不去想 再經立法會 在這裡 BB巴巴 等於馬道立大法官 路透社已經訪問了三個資深法官 中央上面的大法官 下來和馬道立聊天的時候 摸著杯底 說來說去都是問一個問題 為何香港這麼亂 為何香港搞來搞去的人都不純 馬道立說來說去不斷解釋 香港普通法沒辦法 有些事情我們要用法律 而有證據才可以處理 然後他不停叫馬道立 不停地問 直到馬道立 他說法官 你喜不喜歡看足球 這是真事 大法官真的這樣透露 你喜不喜歡 即是要把話題改變 你喜不喜歡看英超 你喜不喜歡思浪 你喜不喜歡美思 要這樣打發其他話題 讓馬道立的精神 得到稍為舒緩 那你就知道 你以為張舉林 真的沒有得到中央的祝福嗎 如果沒有得到中央的祝福 他怎麼能夠交給立法會準備成為終審法官呢 所以當日他在上訴庭好得一句 我全面接納人大釋法 這就是面試通過的最重要一步 你說香港司法制度 岌岌可危 立法會 老共 土共已經不會看了 所以 他一定現在已經是 瘋狂到 將所有事情病了 九七之前也叫做臨立會 現在臨立會也不用理會 臨什麼立會 我做什麼 阿爺說是 我要全國性法律 二十三條 就用全國性法律通過 還要來你這裏 搞來搞都搞不定 他一定是這樣說的 常委決定 香港經過二十三四年 一說到二十三條 社會不安 柔亂 止暴制亂都不能夠成事的話 不如大家簡單一點 基本法附件三有的 全國性法律香港實施 既然二十三條 講明基本法 香港特別行政區 必要自行立法的話 他說因為你自行立法 立不了 他就可以說什麼都可以 所以這句就是要他瘋狂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 我在這裏 有一個笑話改編一下 網民有很多這類笑話 說 林鄭和兩夫妻林先生 和他太太兩個兒子 和一眾官員 去哪裏旅行 去耶路撒冷 當然 復活 耶穌復活 耶穌復活 耶穌出生之地 耶穌受難之地 一個不幸運 或者香港人不知是否幸運 林鄭 你知道 最近成日 著瓶領 我已經告訴大家 雖然我真的沒有 我沒有看過他的醫療報告 我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 作為一個明眼人 現在越來越熱 今天27度 太陽底下30度 你看他昨天穿著全黑 瓶領都是黑色 包著頸 我認為 他身體必然有些問題 果然這個故事告訴我 他到耶路撒冷 真的慣低了 一慣不起 他老公和一眾官員 耶路撒冷的官員 可以的可以的 不要緊的 在這裏下葬又可以 你的遺體回香港又可以 不過回香港很貴的 十萬八萬 他貴為特首 這裏 耶路撒冷很多地方 如果他是天主教徒 不如在耶路撒冷碰他 那他老公就說 不要不要 聽說耶路撒冷 有人復活 耶穌在這裏復活 他一會兒復活了 那怎麼辦 不好 貴一點也要回香港 好 真的 原來可能林先生 也想他回香港 因為不想他復活 各位 上天要土共滅亡 必先令他瘋狂 必先令他完全藐視法律 藐視基本法 藐視香港人 今天所說的 全部跟香港人對抗式 挑釁式 他認為 特別是鄧炳強 這個PK 他說到香港 完全是恐怖分子的所謂一樣 說香港不能夠再這樣下去 駱惠寧再說 他說香港 如果再不能夠用法律去制止 不去懲罰那些做壞事 打亂香港的人 我們就問問 你是不是對PK等721的黑警暴力 所以鐵證如山 真是鐵證如山 是林鄭的特區政府 是歷屆香港的特區政府 是歷屆的特首 好 將香港拖了二十多年 癱瘓了我們的進步 我們有真正的普選 不能落實 而令到整個 不只是議會 而是整個香港 都癱瘓 鐵證如山 就是林鄭你自己 是你癱瘓香港 最後 我作為天主教徒 都說回正經的復活節故事 給大家聽 都有些啟發性 我當然不是剛才 你很遷就林鄭死 不過不是笑話 是歸笑話 她過了生 相信很多人都有點同情她 或者會懷念她 特別是藍絲 不過當然如果她真的 我們都不想她復活 不過復活的故事 耶穌復活 聖禮布大家都聽過 聖禮布 就是包著耶穌的臉 一塊 包著耶穌的遺體 另一塊 這樣 當耶穌復活的時候 墳墓就空了 空了之後很奇怪 不知是否聖母馬利亞 很有家教教耶穌 起床 要執床 很整齊 包著她的臉筋 摺起來 摺得很乾淨 那些人的神父有時說笑 真的很家教 執床 復活都執床 但其實原來有一段 猶太人的傳統故事 很有意思 如果你去猶太人的酒樓 猶太人的酒樓 吃吃猶太的食物 不過香港很少 你要明白 原來猶太人吃東西 吃完食物 餐巾 吃完食物 你準備走了 吃完 例如去廁所 你還沒走 去廁所還沒走 那你的餐巾 你要摺好它 放在這裡 意思是什麼 I will return 我會回來的 你不要收食物 但如果你說吃完食物 就走了 埋單 放在這裡就走 那些伙計就會來收拾 所以你有一種 比較 好家教 我真的有些習慣 我去廁所 甚至有埋單 我都會摺 所以如果我在 猶太人的餐廳吃東西 糟了 伙計說你到底是否回來 那你告訴你 耶穌復活 他都會摺好他的臉部 即是說什麼 I shall return 我會回來 不過 放在剛才林鄭的笑話 大家都不想他return 如果他真的掛低 最好就 麻煩你 那條臉部 剪爛他算了 不要摺好 所以 復活節 都是那一句 正如我在好幾個節目說過 我又要告解 我也想他升天堂 天堂 他有沒有位 他要問他自己 不過他那種鐵正如山 他那種說法 香港現在的癱瘓等等 他完全是凌駕香港的法律 人質 緊跟中共 土共 這種巔峰的狀態 大家倒閉 雖然我們都繼續要9月 希望35 多 但是 沒有人走 我就認為 說多一句 我的估計就是 現在 立法會至到7月 只有3個月 但是有幾十條法案 他說他未通過 包括郭哥和張舉能的任命 他可能用這個作為理由 將這個會期再押後 延遲 配合做這些工作 大條道理 立法會員會出糧 英超也要到6、7月 西甲也是 學校學期也要延伸 立法會為何不用延伸 大條道理 一石二鳥 將這些工作延伸 然後9月的選舉再次押後 讓他休息 然後看看究竟何時適切地 將附件3加入國家安全 我猜他現在一路一路部署 首先 將立法會現在的工作延伸 拖慢9月的立法會選舉 這是第一步 你說他瘋不瘋 這是現在土共準備 走向滅亡的第一步 上天讓他繼續瘋下去 不過問題就是 我們香港人要陪他瘋 付出的代價相當大 但是也是那句 我最愛的許冠傑 是我的終身偶像 同舟共濟 獅子山下 願榮光歸香港 拜拜 阿倫 人數是一堆 人數是一堆 免得不受的 人數是一堆 人數是一堆